大家好,我是Ry 谈到习近平总加速师的外号 真的是不是白给的 今天整个中国的股市A股 三大指数一起往下跌 但是大家也能在意料之中 我看到报道 大概有超过4500只股票下跌 这个事情 怎么说 习近平他就是 根本就不动脑子 就想一出试一出 一拍桌子一拍脑子就做决定 今天早上你看这个事情 习近平就想要烘托出自己的 特别神秘 特别不得了的状态 我们突然早上7点45就开始演习 然后新闻报道7点46分就推出去 看我们多不得了 我们就要在大早上 吓台湾一大跳 让你看看我的威力 但是咱先 我还真没把台湾吓着 一会儿给大家讲对比 就是把中国老百姓给吓到了 把中国的股市给吓到了 中国股市这些老百姓 对不对 这些散户多不容易 好不容易看到这个股票 好像还相对能稳定了 前段时间大家知道 最低跌到2600多 对不对 又是中间还有5000多只股票 一起打结的这个情况 对吧 这些股民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习近平根本就不考虑这些 脑子大脑子一拍 动动手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很多股民那是痛不欲生 是吧 然后相对比的 我看了一下 这个数据 反正我找 我看到数据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给我切上去 台湾的股市 靠稳收市 加权指数收报 21607点 升了55点 没有降 反而升了 升幅是0.26% 这是台湾 你看吧 台湾是什么情况 该吃吃该喝喝的 对你中共有几斤几两 对你习近平是一个什么状态的了如指掌 对吧 那按照很多人的说法 你就是过来炸鱼来了吗 对不对 你还能怎么样 习近平 就你色力那人的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你还能做什么 对吧 就说 我看中国媒体报道的不得了 说这次比佩洛西来那次还要收得更紧 对不对 在全方为什么如何如何军演 是吧 当然这里面有人会说 有人说你看文睿这就你不懂军事了 这些人他们就是在不断的演练 不断的在调整 对不对 在各个方位不断在练习 有一天真动手的时候 他们就这个 驾行就熟 轻车熟路 当然这话吧 或许还是有点道理 但是我觉得吧 他就是在虚张声势 对吧 整体上这个状况 就啥也不管做 你看人台湾股票 还往上涨了 大陆就不行了 大陆老百姓害怕呀 对不对 他已经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了 他知道 他不知道真实情况是怎么样了 你一说他就害怕 那股票就往下走 包括很多外资也搞不明白了 对吧 现在习近平就想一出试一出 到底咋个事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赶快撤吧 我也奉献大家以后 再也别去中国的股市了 不行了 对不对 你就是习近平这位在这 对吧 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 谁知道他明天有什么想法 对不对 这都连续多少天了 又是制裁人家议员 又是制裁人家高管 又是制裁人家企业 又是对吧 化学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等等等等 这一连串 对吧 到今天就是 根本就毫无预警的 去在台湾周围 这个就是军事演习 是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笑 习近平给我展现出的状态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像一个张三 像耍猴一样 在人家门口翻跟头 翻来翻去翻跟头 人家 别人家一瞅是怎么回事 这么可笑 干嘛呢 搞不清楚 对不对 人家该吃吃 该喝喝 对不对 该唱唱 该乐乐 对不对 结果呢 你这一翻跟斗 翻了十几个 把自己家人给吓住了 自己家人不知道咋的事呢 对不对 纷纷网球卖股票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说 有个词叫什么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对不对 习近平这叫 这算什么呀 对不对 别人的三号都没有动得了 结果把自己的 四千多只股票 四千五百只股票 给涨得下跌了 所以说 反正也去调整心情 调整心态 对呀 习近平你就折腾吧 对不对 就看习近平就这么折腾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事情 我还想像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这个事情 你说 习近平他到底敢不敢动台湾 现在这个事情吧 不是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可能很多人越来越觉得这个事 好像 谁也说不准 没准就擦枪走火 但是 中共军方 也有可能很多人是这个想法 那么 中共军方 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这些人和习近平可能就会矛盾会越来越深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吧 就说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 为什么习近平和军方 矛盾这么深 火箭军 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人就被清洗 原因是什么 包括什么国防部部长 我觉得跟台湾问题有很大的这个关联 就是习近平 他是不敢动 但是他总想着做这个事情 总是督处军队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准备 那么军队的人 他心里也没有底啊 军队的人 那时间久了 他没害怕 到底咋回事 对不对 那军队的人有一个愿意动台湾的吗 他们不都是想要养尊储用吗 都想过好日子吗 对不对 都想这个 对吧 这个山珍海味 对吧 加关禁绝吗 谁想去到前线送死啊 对不对 大家都清楚 美国的石队在那摆着呢 所以习近平老这么折腾 老这么折腾 老这么折腾 那么习近平和军方的这个矛盾 就越来越深刻 这次也是你说毫无欲警的 你站在军方的角度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想 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习近平 对吧 在习主席带领之下 我们要统一台湾 哪那么简单呢 这个事情 接上过来提到这个 美国是必须要动手的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不可能不动手啊 商务部长都说了 如果动台湾的话 中共动台湾 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 对吧 是致命性的 毁灭性的打击 对吧 绝对毁灭性的打击 对这话是这么说的 你说美国能不上吗 肯定 包括日本也会表态 就肯定的 一定是这样的 那到时候中共的一些军队 对不对 那不就是不都是炮灰吗 对吧 所以说习近平老是这么折腾的话 我觉得在军队和习近平之间 也会形成越来越大的这种矛盾和隔阂 说到底就大家都不想死 大家都想 对吧 就是多贪污腐败 中共的这些官员 所以说习近平 他这么做下来以后 你看他整个的状况 首先第一点 就是和美国的这个矛盾越来越深刻 那就是几乎就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这种非常非常深刻的矛盾 美国还在还在看 我估计美国不久就会有大动作 直接过来 是针对习近平也好 或针对谁也好 对那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有很大 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矛盾 那么习近平这么折腾 对中国的这个经济 一定冲击会影响会非常之巨大 习近平这么折腾 在这个体制内部 中共体制内部 包括中共的军队里面外面 这里面的这个冲击影响都会非常的大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全貌 但是习近平又不能不折腾 他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跟普京绑在一起了 他就得想尽办法 看看怎么样去这个 能够把局势能够转变一下 但这些都没有用 完全都没有用 我觉得习近平确确实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他就是过来折腾的 然后把这个中共折腾没了 他估计也就是差不多了 反正中共倒了 他估计也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最可悲的就是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体系啊 会被搞得一塌糊涂 到那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悲惨的状况 咱就不知道了 你看就这习近平就早上这么一折腾 4500只股票下跌 那很多股民说了 就是刚就是跌下去一头牛 然后好不容易长回了一只羊 今天又跌回去两只牛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说中国老百姓他的心情 那个状态大家这个可想而知啊 所以说呢 整体上吧 看就这些习近 这些天习近平的这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他已经有点 你说他精神不是很正常也好 反正是有点歇斯底里了 开始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啊 对吧 想尽一切办法去折腾 但是胆子还那么小 还吓得不行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扭曲的 非常非常搞笑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在人家门口翻跟头 一会儿翻跟头 一会儿踹脚强的 翻来覆去 像耍猴似的 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啥 然后把自己家人都给吓得够呛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 整体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